过去十年,包括位于广州和孟买在内的八个美国中心 在1999确保使馆建筑安全和反恐法的要求之下 关闭原来的位置,搬移并且并入美国使领馆 变成使领馆内的信息资源中心 未来十年,21个美国中心在法律之下也将面临迁徙 包括北京和上海的美国中心 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会担忧 这些美国中心从原来靠近市中心的独立位置并入美国使领馆 可能会影响推广公共外交的努力 由于美国中心是推广教育以及文化交流的开放平台 并入使领馆的副作用是导致美国中心比较不易进入 必须事先预约并且面临严格的安检以及上网限制 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会的执行董事凯瑟琳·布朗 星期二在一场公开会议中指出 我们统计出来有21个美国中心将要与使领馆合并配置 也就是说他们要关闭城市中心的地点 搬到限制更多的信息资源中心去 地图上红色部分显示这些地点在哪儿 这是所有城市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能够塑造国际体系形成的都市中心 美国维持在这里的影响力至关重要 我们看到名单上包括北京 公关法律要求所有其他设施和新建的使馆建筑配置在一起 所以这不是我们和这些国家互惠的问题 问题是我们的内部运作和法律要求 一旦决定要盖新的使馆 所有外部的设施都要化回到内部 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会因此建议美国国会 在年度国务院的授权法案中纳入条文表达国会立场 授权国务卿得以让美国中心豁免于相关的法律规定 不用迁移搬进美国使领馆的所在地 此外为了强化人民的交流 吸引更多他国人民到美国中心了解美国相关资讯 委员会也建议国务院提高目前位于使领馆内 美国中心的对外开放性放松限制 包括解除必须事先预约上网 以及必须有人护送等等限制 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会在美国国会的授权之下成立 成员来自民主和共和两党 主旨之一是为提倡公共外交努力而做出政策的建议 以上是VEOA卫视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